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一向唯唯诺诺的日本突然对美国强硬 这是很不对劲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发生什么事了 日本突然对美国强硬 很不对劲 中国左看小鬼打架 近期日本和美国的高层 因为日铁收购美国钢铁一事 相互扯皮 可谓是火药味十足 不过我通过对一些事情的细品后 越来越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感觉美日双方 这是在演艺出戏 给谁看呢 两国的选民 我之所以会这么判断 是因为看到了几件事情 太过于巧合了 美国这边出来阻止 这个收购案的牵头人分量很足 一个是拜登 另一个是哈里斯 拜登不用多说了 多次被传言称 白宫有意阻止日本 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 哈里斯则是抢了特朗普的话头 明确放话表示 自己反对美国钢铁被日企收购 他将和美国的工人站在一起 日本那边 突然对美国已是强硬的带头人 身份也同样很特殊 一个是日本数字大臣河野太郎 他公开批评美国政府 不应该干预这种扭曲市场的事情 另一个则是自民党大佬 石破茂 他的话说得更重 大意是 美国打折国家安全的旗号 阻止收购案 可能会破坏盟友间的信任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次日本人是不是有点胆肥了 居然一反常态 敢对美国指着鼻子骂了 但是日本这两个出来骂美国的人 还有另一种身份 都是目前争夺自民党新总裁位置的热门人选 尤其是石破茂 其民调支持率可是位列前三的存在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怀疑 两边为了美国曾经的工业皇冠 如此撕破脸皮 都是在争取各自选民手中的选票呢 通俗一点讲 双方就都是在蹭这件事情的热度 要不然这个收购案都已经谈一年了 早不吵架 晚不吵架 偏偏两边都要进行关键性选举了 就吵起来了 而且谁都不肯后退半步呢 当然了 从客观角度来看 我们也不排除 美日两国真是为了自个儿的利益 进而撕破脸皮的可能性 因为毕竟美国钢铁曾是美国辉煌时期代表性的存在 丢了如此意义重大的企业 几乎等同于在向世人述说美国的没落 同时据了解 倘若后续这个收购案谈判破裂 那么日铁极有可能要向美国钢铁支付5.65亿美元的违约金 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呢 而对于日本来说 似乎也有势在必得的理由 去年日本的钢产量达到了8700万吨 一旦成功日铁成功收购 年产为1449万吨的美国钢铁公司 那么日本的钢产量将会突破1亿万吨 这种产量在全世界可是拔尖的存在 所以日本急于要吃下美国钢铁的心情 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大家应该和我一样 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 基本抱以吃瓜的心态 因为2023年中国钢产量为10.19亿吨 所以以中国人的视角 完全就是在看小鬼打架一般 只能说虽然中国走到如今这一步 非常不容易 但是到如今青州已过万重山 这件事情也从某种程度说明 美国正在由盛转衰 中国则正在做回历史上 原本属于我们的位置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